苏珊吉布斯住在华盛顿 每一两个星期我都要到费城来一次 她开车两个多小时 为的是登上停泊在费城工业港九号码头的这条旧船 这条船叫美国号 它的两个烟囱上的红白蓝三色依稀可变 那是美国国旗的颜色 苏珊吉布斯与这条船有特殊的联系 这是当年建造商的铜牌 吉布斯与考克斯是我祖父的公司 上面也有弗吉尼亚船厂的名字 这条船就是在那里建的 苏珊的祖父威廉·弗兰西斯吉布斯 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船舶设计师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四分之三的海军舰艇出自它的设计所 二战结束后 它将长期积累的知识 技能和先进理念 集中到了新型游轮的设计中 1951年下水的时候 这条船被命名为美国号 这条船非常的出名 绝对体现出美国的文化自豪感和技术上的创新 它是一个偶像 就像自由女神像和其他美国著名的标志一样 1952年 美国号离开纽约 开始跨越大西洋的首航 它用三天半的时间到达英国 这个记录迄今没有被打破 作为游轮 它可以装载2000名旅客 战争时期 它可以运载整个步兵师 往来于旧金山和亚洲港口之间 无需加油 没有什么比它的红白蓝三色的烟囱 更能够体现美国的力量 搭乘过这条船 往返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名人 为数众多 甚至包括蒙娜丽莎 这是在喷气机时代来临以前 当时美国人往来欧洲大多数坐船 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唯一的方式 所以就是这样很多名人多坐过这条船 共有四位美国总统搭乘过美国号去欧洲 克林顿总统是最后的一位 他坐船去英国接受罗兹奖学金 1968年 他只是一个年轻的研究生 很难享受奢侈 可能只付得起最便宜的房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最便宜的房间 但确实 克林顿总统没有住最奢侈的房间 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了这段越洋旅行的经历 10月4日 丹尼斯和我到哈德逊河边的86号码头 登上美国号 美国号是航行速度最快的船 船上放松的步调和集体就餐的方式 让人们有机会相互熟悉 在美国号上 22岁的克林顿人生第一次品尝了酒精饮料 主人问我要什么 我说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 第二天我要了波旁威士忌加点水 船上供应16种不同的香槟酒 49种不同的苏格兰威士忌 就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 美国号曾经的荣耀 到了今天呈现出的是一幅非常不同的景象 现在我们站在舞厅的地板上 人们就是在这里跳舞 度过了整个夜晚 船上当然有舞台 音乐家们在此处表演 包括杜克·埃林顿这样五六十年代最有名的音乐家 这块地方呢就是当年的特等舱 客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享受着跨越大西洋的旅行 经过十多年的运行后 1969年 美国号结束使命 进入退休状态 迄今已经超过四十年 过去十七年来 他一直停留在费城的工业码头 从未移动过 几位工人平时负责看护 我们不是每天都来 每周两三天吧 偶尔他们会接待来参观的客人 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像克莱斯勒那样的大型建筑 以4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移动 人们常用女性来比喻一条船 年轻时候 美国号显然具有特别的魅力 可现在呢 她需要修整 需要化妆 她已经老了 但仍然非常的强重 她的生命还没有结束 她离去的时候还没有到 研究显示 这条船的钢结构 仍然保持着原始强度的92% 很神奇 苏珊目前担任非营利机构 保护美国号的主任 她和她的组织正全力以赴 希望保留住这条船 我们未来的规划 不是让这条船 重新航行在海上 而是变成一个 极好的多种用途的 博物馆和房地产项目 就停在美国的东海岸 比如费城或者是纽约 人们可以登上这条船 住进一流的酒店 到美食餐厅用餐 然后参观博物馆 美国号的现状与未来的规划 有一定的距离 此时最关键的因素是资金 全部的项目完成 需要两亿五千万美元 考虑到中国人对美国 已经展开多种多样的购买 如果能够在规划中的 博物馆 餐厅和酒店之外 再加上一个大型赌场 中国买家没准真会感兴趣 我们考虑过在费城这里 开设赌场的可能性 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船停泊在某一个地方以后 开一个体现出 五十年代氛围的大赌场 现实是 目前这条船停泊在费城码头的费用 每个月需要八万美元 支付这笔钱已经遇到困难 苏珊和她的保护组织 借助社交媒体和其他手段 发起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 到了六月中旬 他们筹集到了十倍美元 我应该算是审慎的乐观 但我不否认我们需要加快速度 我们的筹资计划无法按时实现 如果我们不能筹集到足够的款项 度过这个夏天 非常不幸 我们很可能会处于一个可怕的位置 最后只能拆掉这条船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船 大多已经踪影全无 美国号如果能有不同的命运 那将是一项让人欣喜的例外 美国之音记者西西方正在费城的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